前幾集我有帶大家去看過我的真品鏡跟裝備都是去哪裡購買的 那當天我也買了這組 Monstrum 的 LPVO 因為這組 LPVO 當下我看到的時候 我看到盒子上面有寫它是 FFP 那我就會覺得 FFP 那我蠻好奇它的價格究竟是多少 那上次也有留一個伏筆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介紹這一組 Monstrum 的 G3 LPVO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我們就趕快先進入開箱畫面 來看一下這一組 LPVO裡面到底附了什麼東西吧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介紹這一款 Monstrum 的 G3 那這一組鏡呢 我們可以看到在上面這邊 它就有寫它是 First Vocal Plan 那也就是我們之前所講的 FFP 只不過說 FFP 的 LPVO 通常價位都不低 所以我真的是很意外這款 G3的價位是落在一萬以內台幣就可以買到 我覺得是蠻經濟實惠的 然後我們讓大家看一下它的外包裝盒 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它周邊的配件 這個是這樣一組在楊妹妹買的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它這上面是它的靜坐 那仰檢額外的還有再送一個45度的魚骨 那我們就先來把配件都拿出來 那靜坐的部分就可以看到它的造型其實是還蠻簡潔的 然後也是 Monstrum 的 然後這邊裡面有附一包工具以及它的備用螺絲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組靜的本體 裡面有附一包擦拭布以及它的說明書 然後它這邊是給一般的靜環 但既然我們都有 LPVO 的靜坐 我們就應該是不會使用這一款 那我們目前開箱的這一款是一至六倍的 一至三倍的之後有機會我們再來介紹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一至六倍的前面這邊也有附一個蜂巢的靜蓋 好 那你們可以看到這一組靜 它所附贈的東西 該有的東西其實都有 那只不過原廠它這一盒裡面是不像一至三倍 還有額外附一個靜坐 靜坐是要另外購買的 那我們先讓大家看一下這一組靜的外觀 那我必須說我真的覺得這個價位 可以買到一個這麼便宜的FFP聚集鏡 然後又是可以給針鐵使用 真的是還蠻便宜的 不過它原廠這邊比較可惜的是 它是沒有給快撥桿 所以就是稍微的比較可惜一點點 不過這個價位我覺得 你再貼一點買一個快撥桿的話 其實也划算了 是真的還蠻便宜的 那我們給你們看一下 上面是 調整它的上下 一樣就是拉開了以後 可以旋轉 手感還蠻清晰的 右邊也是 手感都還蠻清晰的 那這款FFP的重量呢 等一下我們把靜坐裝上去了以後 我們再來就是秤一下 看跟之前的S6究竟有差多少 那我們就先趕快的來把它 裝在靜坐上面吧 好 那你們可以看到 現在就已經把它安裝上去了 那你們在安裝這個的時候 建議是要拿水平儀來測量一下 你的狙擊鏡有沒有整 這一點還蠻重要的 因為它跟S6一樣 在鏡上有任何的水平兌現 所以這一點是我覺得 比較可惜一點點地方 覺得它一樣是沒有給水平兌現 那這組鏡呢 它的材質是用 6061的鋁合金 然後表面用硬洋處理 所以照理說應該是還蠻耐刮的 那電池呢 就是放在這個位置 可以看到裡面有一顆電池 電池就是放在這個位置 那它是給一個我們比較常見的 CR2032 那裡面開燈以後的細節 我們到外面去的時候 再給大家看一下 那帶了靜坐以後 你們可以看到這一組鏡的重量 來到了723.1 那我們再來給你們看一下 Vector Optic的S6 其實拿起來帶鏡環 我就已經覺得有比 它輕一點 確實 S6搭配鏡環上去只有 625.8而已 大概少了100塊100公克左右 官方給出的數據 空鏡重量只有20oz 所以我覺得是還蠻OK的 沒有到說真的 重得非常非常誇張 那大致上這個就是 我們在室內給你們看一下它的開箱 那我們之後我會把它裝到 AP-01上面 實際的讓你們看一下這個鏡的透度 跟表現如何 那我們就趕快到法廠那邊 再來測試給大家看吧 好那我們現在到法廠來 然後我們就是要來用這一個 Monstrum的1-6倍G3 LBVO 那這一組鏡其實老實講我蠻期待的 因為它真的是一款還蠻便宜的 FFP LBVO 在使用上面會不會有一些 令人蠻驚艷的地方 究竟對不對得起它這個價格 那我們等一下一樣都會拍出來給你們看 在打之前 會先稍微的介紹一下它使用上的一些功能 跟怎麼調整 那這個都一個大數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這一組LBVO要怎麼調整吧 好那這一組鏡呢 上面有哪一些功能 我們就稍微的跟你們講一下 這邊是調整它的倍率 那像這樣的話就是1倍 然後我們往這邊轉 就會到6倍 那這都是可以調整的 那我們亮度的段位呢 那你們看一下 亮度的段位是在這個位置 它是總共有11段的亮度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因應各個環境來去調整 就不太要擔心說 我們今天在使用的時候 可能遇到一個比較高亮環境 或比較暗的環境 然後會有看不到紅點的情況 這個都是可以透過這個在調整的 那我們就來實際的打給你們看吧 好 那我們等一下 因為外面在下雨 所以我們今天移來室內 那室內這個距離呢 大概是25公尺左右 然後我們會打前面的target 在遠方 這個把距離我們25公尺左右 那等一下的話 我會先從1倍的 然後再切到6倍的 那我們就直接的來先打給你們看一下 好 那我們先從1倍的開始打 給你們看一下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可以看到用一倍的看出去 打到的弱點大概是這個樣子 弱點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會用同一張靶子 我們調成六倍的 然後來讓大家看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從一倍的調整到六倍 讓大家看一下 快撥感真的是有點不方便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那你可以看到在用六倍的情況下 幾乎都打在中心點 其實弱點就會比較集中在 黑色十分圈到八分圈的這個位置 放大到六倍以後看這個靶片很清楚 那我瞄準基線都是對準這個位置 都一樣不便 那我們等一下會讓你們看一下 這個瞄去看出去的情況是如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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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從靶場回來以後 我們再來稍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對於這一款 LBVO的使用心得 那我必須說這一組LBVO呢 我自己是覺得FFP跟SFP 在使用上面就有一個蠻大的區別 就是我在調整倍率的時候 它並不會因為倍率大小的關係 而改變它瞄準點的位置 這一點是我覺得真的還蠻棒的 那這款LBVO呢 它的出銅距是4到4.5英吋左右 那高倍跟低倍會稍微有一點點差別 它的移動幅度其實不大 所以我覺得沒什麼影響 那這一組鏡呢 在高倍率的情況下 幾乎看不太出有魚眼的狀況 那比較可惜的是它黑色的邊框 你可以看到就真的非常非常大 如果會比較建議的玩家 那就比較可惜 它裝在槍上面其實 它並不會到說真的非常非常重 它跟S6也才差不到100克 我覺得重量方面是還真的蠻OK 我只能說這個價格 跟我使用上的體驗下來 它真的非常非常對得起這個價格 價位的話你從姚妹妹買 我們上次也有講過大概9000多塊左右 那它是搭配這個靜座 然後楊姐那邊還會再送一個45度的魚骨座 那這組狙擊鏡 我應該是不會把它裝在AAP-01上面 上面應該還是會維持原本的S6 這一組鏡我會留到下一次再介紹一個 還蠻特別的槍 這邊也是先留一個伏筆 之後我會把這個 然後PVO裝在那把狙擊槍上面 然後會再來跟大家分享 好有點扯遠了 那我們繼續來講這一款狙擊鏡 這一款狙擊鏡呢 其實我覺得各方面的功能都還不錯 而且以及它本身的亮度 我覺得其實蠻適用於各個環境 怎麼說呢 它有1到11段 你可以因應你環境的光源大小來去做調整 所以並不會有看不到紅點的問題 那這一組LPVO呢 它的價格大概不到1萬塊台幣左右 但它也是可以裝在真鐵上面使用 裝在玩具槍上面來講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夠用 這一組鏡真的是有讓我們經驗到 然後它的成像清晰度也都蠻好的 所以如果你說要推薦嘛 我覺得這款鏡真的是我發現另外一個 我還蠻推薦的品牌 雖然它在亞洲市場並不是那麼知名 包含在我還沒有去羊妹妹的時候 我也不太知道這個牌子 那這個牌子他們其實設計中指的是 希望提供射手以及玩家 他們可以以比較低的價格 買到相對來說品質還不錯的狙擊鏡 因為其實你們會看到市面上FFP的LPVO 其實那個價格真的是有點嚇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價位 是真的還蠻佛心的 所以對這款鏡有興趣的 歡迎去找亞美麵軍和我干嘛醬 他們有賣這一組聚集鏡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一集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